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政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习总他在参加 这个两会代表审议期间的时候 提到了一些对台湾的一些论述 那么这个论述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分析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目前的 这个国际局势的一些穿插的播报 首先第一个 大陆总理李强五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涉台部分并未提及合并统一 引发两岸舆论乐意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六日下午 在出席政协相关联组会议时 发表对台论述 强调不但创大反独促动力量 共同推进足够和平统一进程 这一集 2015年3月在福建代表团 发表涉台言论后 时隔五年后 习近平再度在两会期间 下传组对台喊话 大陆央视新闻报道 习近平六日下午 开往参加大陆全国政协 十二届二次会议的 民革科技界 环境资源界委员 并参加联组会 听取意见和建议 在相关会上 习近平表明 民革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 进一步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 积极作为 更好团结海内外 岛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 不但壮大反独促动力量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李江五日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 关于社团部分 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取代了往年常见的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用语 用于未提及和平统一等字眼 引发了爱舆论乐意 那么习近平说的和平统一 他有一个前缀 可以就让民革去发表自己的优势 因为民革本身就是一个政协团体 政协团体当然是要表态 你们去团结 海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 包括台湾岛内一切的爱国力量 讲得很明确 爱国力量你们去统一 你们去团结 然后两岸和平统一 但问题是 现在还有多少可以团结 对吧 因为民革 他们毕竟是一个政协的一个团体 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团体 政治上的一个团体 他只能这么干 那习近平跟他们见面 只能这样子去跟他们讲 因为现在台湾问题 已经不是说在政治协商这个层面去 政治协商去解决的 而是实打实的 用武力去解决 所以说现在 像习近平在两会 在对民革这个讲话 不代表说中国大陆 是采取和平统一的方式去解决台湾问题 而是无理统一 因为李强 他虽然说是习近平的部下 但是李强 替中共 发表整个党的意志 的报告的讲话 代表整个政府 发表这个讲话 很明确 代表政府发表讲话 那在这个讲话当中说的话才是重点 准备军事斗争 和平统一 这个字眼是没有了 但是习近平 他去这些两会的 这些代表团里面去讲话 他对着一个政治上面去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机构 和这个力量 他只能是这样子说 那他就去跟明哥讲 你们去武力统一台湾去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 台湾呢 不要听到这个话就觉得很高潮 很高潮 因为现在台湾 在福建的渔民这个遇难者的问题上面 他的表现是相当垃圾的 相当糟糕的 所以老兵就说了 这个事情 他不会这么就这么结束 而是会步步的升高 而且美国在外面拱火 美国不会停止在台海这里拱火 军舰又过来 对吧 包括叫菲律宾再给你搞骚扰 弄你 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极度强硬 所以说 这个不会改变中国的整体大能方针 因为这个国家并非是一个人说了算 并不是说习近平说这个国家是啥就是啥 而是要整个这么大庞大的一个团体 要平衡各种声音和各种力量 对吧 说明说实在什么 在安抚这些政治团体 你们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爱国力量 但前进最是什么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爱国力量 对吧 愿望 我们的愿望是和平同意 就像老兵说的 我的愿望也是和平同意 能够不死人都是爹妈养的 对吧 养这么大 你去死了 当这个这个蓄露模糊了 变成纤维了 说实话谁都心疼 对吧 能不自相残杀 当然就不自相残杀 但问题是 台湾的历史脉络 它就是王师要登岛 王师不登岛 台湾就剩下一个人 他就不会投降 这里就是历史给中国的一个课题 你必须要去做这道题 要解这道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 陆外交部奉劝美方 不要以非为其乱南海局势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了 毛宁六日主持进行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这里昨天在仁岸桥发生事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 中方行动具有挑衅性 表明中方默示非方能源安全和国际法 人家类似危险非法行动 美方和非方站在一起 美方呼吁中方遵守南海仲裁案的裁决 停止危险和破坏稳定行为 美国大陆发言人称 中国裁决的危险行动 导致菲律宾船员受损 这是对国际法的默示 对此 毛宁奉劝美方 不要将菲律宾作为棋子 缴乱南海地区局势 非方也不要任由美国摆布 历史教训表明 棋子最终只会成为棋子 王宁表示 南海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组成部分 中国对包括南海礁建立的南沙群岛 以及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征兵的主权 中国海警依法对非方在南海礁的侵权条件行为 采取必要措施 正当合法 专业课施 无可厚非 那么这个外交部呢 也是非常措辞强硬的 回击了美国 也告诉菲律宾 你别做一颗棋子 你做美国的棋子 到最后你的下场是什么 到最后你的下场就是沦为棋子 你看看这个乌克兰 美国国务院三号人物 纽兰都辞职了 乌克兰现在一屁股烂胀 美国就是还要 本身人家 芬兰跟这个瑞典 芬兰当个中 当个中立国 装模作样当个中立国 对吧 还能装装样子 瑞士装模作样的 当个中立国 装装样子 现在都不装了 瑞典要加入北约 还有一个芬兰 芬兰跟俄罗斯离得这么近 对吧 本来像 跟俄罗斯几十年来都相安无事 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 自从1929 1939年 苏芬东京战争打完以后 就再也没有起过冲突了 俄罗斯或者在苏联时代 对芬兰一直都蛮客气 但是美国非要去把他们 变为整个这个地方 就叫做什么西方阵营 去什么 跟俄罗斯去敌对 对吧 但是这个西方阵营 能把俄罗斯搞垮掉吗 没有啊 俄罗斯非常的强大 那么 还有阿塞阿富汗 那些当美国棋子的那些马仔 抱着美国飞机轮胎 从空中 从飞机上面直接摔下来 这个场景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吧 啊 这么一个壮观的一个场景 对吧 啊 他阿富汗政府军 不就被美国单位 一个座棄子 越南的吴廷燕政府 啊 阮文哨 啊 对不对 啊 这样的例子 他妈那个逼的是太多了 还有人都举着过来吧 你们小马克思傻屌啊 中国现在正当就打你菲律宾 你又能怎么样 啊 当然了 我说过 啊 现在呢 等于说呢 矛盾点卡在哪里呢 既要发展经济 又要统一 啊 统一 一个台湾的一个软事情 对不对 不影响我们发展经济 你把台湾拿下来以后 就现在我们那些大陆的一些学术界 这个脑子 他妈死的不得了 这就是他们不懂这个军政 老兵说过了 你打下台湾 你的经济潜力释放是巨大的 我看到国内没有任何一个 所谓的主流学者在这里 讨论这个事情 你打下台湾以后 明的很暗暗的 对中国经济是有帮助的 可以 现在你GDP增长5% 明明强强 你把台湾拿下来以后 你GDP可以增加一个百分点 就增加6% 到6.5% 为什么这么说 那1% 是明面上的 台湾回归以后 福建大开发 台湾 改革大坏貌 对吧 把那些松松垮垮的那些烂楼房 全都给它炸掉 全部给它盖大楼 干嘛 拉动这个 等于说这就拉动这个GDP 对吧 把台湾那些烂马路 除一除 换一换 福建这些地方 该盖高楼大厦 盖高楼大厦 对吧 京台高速盖起来 海底隧道高起来 对吧 两边的车子 什么都动起来 台湾这边 经济是潜能 完全全全释放 对吧 台积电这边吃掉 对吧 让这个晶片业 更加的 勇往直前 那么增加一个百分点 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0.5个是什么 暗地里的 你拿下台湾 以台湾作为前出基地 面向美国整个太平洋的 军事围堵 潜艇直接从台湾 他妈的 你现在的潜艇 是从海南 三亚 榆林湾 大东海 这个地方下海的 你接下来直接从台湾 台湾的外侧 花东外侧 下面 直接就是海底 3000米到4000米 这个距离 潜水艇 以所有前出基地 啪的 直接就干出去了 航母全部部署在台湾 你拿下台湾以后 整个 就是什么 我们拥有跟太平洋 接壤的这个地盘了 在这里 航母 对吧 潜水艇 全部以这里为前出基地 这里是一个不成的航母 直接砍断菲律宾 与日本 韩国的直接的沟通 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掌控 日本跟韩国 掌握 掌握这个菲律宾 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台湾一些 不要在台湾岛内 生活的迁徙到大陆来 直接就是在这些方面 福建 明北 闽西 山区 有大量的 这种 景色很秀丽的 我这次去的 对吧 山明 南平 宁德 这些地方 我这次都去 把台湾一些老的 养老的 通通给它搞到这里来 台湾就生机 生机勃勃了 对吧 整个经济 我完全全就释放出来了 还 潜艇 能够直接大量的 真正的 就是直接威胁到美国 水下的交通要道 将会改变整个金融秩序 和金融的这个格局 你又能增加0.5% 也有1.5个百分点 你继续增加到 就是从现在5 增加到6.5 西方给你搞什么制裁 现在把那个 欧洲这些国家 穷了个叮当响 前面一个软 后面一个屁眼 什么都都没有 你让他搞个软 他的战力 军力 综合国力 实力 根本就不是跟咱们一个档次的 我们现在 我们的这个海军政委已经说了 004号航母已经再见了 是核动力的 不开玩笑 这些将来都是要面向浩瀚的太平洋 直接进入到大西洋 海外军事基地 海外实质性的进攻性的这些 军队 全部要部署 对吧 不停的要军事扩张 对不对 我们有这么多的梦想 但是台湾还没有拿下 这一切都是什么 都是会让人觉得 好像不那么的进入人意 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说我们要服务于我们的真正这个大的战略 我们务必要把台湾给给拿下 不要有这样的那种想法 像菲律宾这种这种没有档次的东西 台湾拿下在这里打菲律宾速度快得不久了 你的飞机从台南高雄这个地方 我们我们的歼20从这里 或者说我们的歼16从这里起飞 整个菲律宾全进他妈逼 十几分钟吃干净 从台南这边战机起飞 十二分钟把整个菲律宾全进都给他吃干净 空中全部吃干净 美国F35在这个地方就该干他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 我们不要再拖时间了 对不对 刚刚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 在鸿海被野门武装给袭击 美国一艘护轮被护车武装 又打了一个大洞 美国还说什么台海怎么怎么样 他连雅丁湾都搞不定 他还管台海的事情 他他妈就是个灯 好吧 所以说呢 关于这个习总说的这个和平统一这个事情 我们给大家说一说 政府一切以政府报告为主 毕竟中国这个国家不是说一个人 两个人就能决定我们的前程 有些事情你看看 对吧 有些事情还是要 要有这个民意的 中国还是要看民意的 林民民主专政啊 谁一个人说了算 你要毛主席那时候一个人说了算 对吧 那都是不现实的事情 还要做不停的妥协 对不对 还是要有很多的阻力的 好吧 我们现在就是 现在台湾这边 一定是75年了 一定是要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所以说拿下台湾 我们不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 相反的还会释放我们经济 还会让我们经济迎来而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好吧 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它的战略意义和它的经济意义 是非常的重要的 它的经济价值战略价值 都是非常高的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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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